大家6月23日那天,有沒有來到給我一點市集呢? 沒有?那就對了!跟我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今次的市集就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給入場費20元就可以獲得筆袋又或者是環保袋的入場小禮物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場地 這個場地空間真的非常大,樓底也很高 各個餐主都已經好了來準備設置 早點來其實是對的,因為我最後到開場那一刻都還沒搞定 大家記住了,以後市集我就會由Mail星人手帳 改名做Mail星人會寫 12點一到,立即就已經人山人海 接下來就由保麗帶大家去我們的攤看看吧!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阿N的攤檔 它設置了一個留言板 旁邊就是保麗自己的攤 新品就有韓星和一些童年回憶的系列 我的攤檔今次就選了Mail星人夢遊仙境這個主題來做佈置 大家給了好多好好的意見我 好像是做個明顯一點的招牌,還有多出一些字膠帶等等 賣者的攤檔真的從頭到尾都很忙沒停過 由影片中我們就已經可以充分見到現場有多麼擠迫 來,我們由第一視覺帶大家一起去逼一下感受一下 見到有不少的韓團粉絲,一來到 立即就要去買自己喜歡那團的分裝卡回去 在密密的人群之中就已經見到穿得很可愛的小路 她的貼紙種類真的多得不得了,裡面總有一款是你會喜歡的 Imagine Station 的攤位一直都是必定要走的名單裡面 今次的市集準備的新品就是這一款的刨冰系列 另外還有各款的貼紙和攤檔給大家選 在擺檔期間遇到一個很可愛的寶寶 我就送了一個攤檔給她,看她拿著不放,我想應該挺喜歡 去到分Color舉辦的市集,當然一定要去她的攤檔買東西 因為會有很多台灣拒絲的寄賣品,又或者是合作商品 平時想買的話,只可以網購,又或者去門市買 像我這些那麼懶的人,當然是市就幫自己順手買賣就最方便了 大會準備了兩款的紀念印章給大家吸引 和一個like and share的小活動 在入口位的附近就有兩塊大的白板可以給大家畫畫畫 真是高手如魂 你可以在上面見到有不少其實都是大神級的畫作 大家知不知道麻子畫的是哪一個? 和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間就是深秀我們一堆攤主喜歡的手工耳環店 如果你想有多些款可以讓你選擇,那就千萬記得要早點去 除了耳環之外,店主其實也是會有自己的手櫃和紙膠帶的作品 來遠就見到帶大個熊貓,很想去買貼紙那邊,但真的逼不到過去 這次新認識的攤主白切,她的作品畫風真的很有個人的特色 但如果可以出多些貼紙,那就更加好 Hello! Hello! 我是一妹爺爺,我是八千 然後呢,我這次有一個新的角色 我不是要選這個嗎? 下次會比較貼,大家可以追蹤一下,支持一下 明星爺的角色 然後這個就是 平時的貼紙如果不想買成本的話呢,就可以來這裡 買個身材 要告訴我們嗎? 啊啊啊,啊啊али呢 yardım 看下那个的门 这是大家送的礼物 买了个旗椀 回去 非常好冷 收拾好東西走了 回到家收拾完東西 就把戰利品全抄出來拍個大合照 我只是走了一半的攤檔 就已經收穫了那麼多東西 那如果走光的人錢包還好嗎 今次的紀念明信片 都是由Sandypick所設計 入場小禮物之一的 筆袋圖案和明信片是同一個系列 水彩畫可以印得那麼清晰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打開拉鏈打開 裡面就是這樣的 以我的個人觀察 看到更多人選擇要這個環保袋 方便你進去可以用它 來裝戰利品 裡面穿個小的口袋可以摘下東西 我們就先由最大的那件開始說起 在市集的時候 真的看到很多人抱雨 一隻Yobi公仔下你下去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宣傳 我覺得因為真的成功吸引到我 來個360度轉身 給大家看看它是什麼樣子 大大個頭 反轉就是白色的肚子 沒有籃子 兩隻橙黃色的腳 平時看片的時候 手手行沒事做 都可以一邊拍下它 捏下都很酸 麻姐所出的行李吊牌 上面就寫著 Be careful of my snacks 通常我去旅行回來 行李箱至少一半都是用來擺零食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耳夾的部分 這次我就買了四對的耳夾 剪刀這一款 細細的對感 不會說很重 也不是很誇張的款式 而且我覺得都蠻適合我這些 玩手像啊 或者文具控的風格 另外還有一對也是文具來的 是鋼尺 兔仔實在是太可愛了 雖然真的要戴上椅的話 感覺是會有點重 可能戴一會兒 你就要讓耳仔休息一下 然後打除了它 在FUNCOLOR的攤檔裡 買了渠陪的作品 可能我那時候去得太遲 所以去到只看到這兩樣它的作品 剛好就快來到夏天 可以用這一款的夏日小套貼紙包 裡面總共有15款兔仔的圖案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一卷動物日報自家帶就離開了 千萬不要被它的價錢驚嚇到先 因為它一個循環是有超級多個圖案 真的喜歡做手帳拼貼的人 必須要入手的紙膠帶 裡面有一些小動物啊 還有人的角色 不同的顏色圖案都很容易配搭 當然就不少得要買狗狗的作品啦 一樣我都是各買了一包的貼紙 和一卷紙膠帶 它這一卷恐龍的好朋友紙膠帶 同樣都是一卷裡面包含著很多圖案的類型 拆開看到它是自帶離型紙 我就已經很感動 因為沒有的話可想言之用起來會有多不方便 看到它裡面其實有不同主題的圖案 好像有食物文具和汽車等 看起來好像有點熟悉 不知道是不是結集了以前出的貼紙圖案 少少文具控的貼紙包 一包裡面總共有14個圖案 37張的貼紙 一兩張貼紙就是參加了它的like and share活動送的 鑰匙扣仔主辦的攤檔買滿$200就可以自己選送一個 布里千古麻子所畫的超人氣夜市小賣車的套裝 分別是愛麗絲、吉伯力、公主等等共有五款的主題 一套裡面包含了一張明信片 一張分裝卡和三張貼紙 貼紙都是不同的質地 有和紙、特油和亮白 之前的票巨馬戲團系列 現在有貼紙包可以給大家買了 圖案都畫得很精緻 令人不知覺感就會看到浮迷 很喜歡Imagine Station 它所畫的企鵝包包 它的企鵝全部都是圓圓圓的身體 現在就連糰紙都要派狗糧 是不是有點過分呢? 在它們兩個旁邊的這一顆白色單身糰糰紙 你要堅強啦 12款圖案每一個都很喜歡 每次都要讚一讚的了 它的包裝都是跟之前一樣超級比心機 貼紙就藏在裡面 基本上我都是會用來收藏 不太捨得用它們 警告 一大堆粉紅色的寶麗大軍來集 在這一大堆的寶麗明相片裡面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款步驟寶麗 醜化到極致 就突然間覺得它好萌好可愛 接下來這幾張你看得多就很洗腦 寶麗的日常貼紙包和表情貼紙包 寶麗手帳的時候如果你想表達當日的心情怎樣的話 用它都不錯 一開始我看到這個以為是沒有了 所以就塗了這個款式去 不過再想一想 我想這個都應該是表情之一來的 因為它知道我又很喜歡黃阿媽的 那它就給了這一套我 突然想起那句 一家人最重要齊齊整整 通常我去到就會請白菜幫我推薦一下 有些什麼它覺得是好看的款式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選的話 你往往選來選去都離不開某幾種類型 這樣有驚喜也不錯 成功集齊了三款小鹿新出的紙膠帶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的話 就快點去小鹿的youtube看看 Travel with media 是一個五國旅行主題 帶有離型紙的紙膠帶 下面這個就是Duffy的Donut 最後這一卷的顏色就最紛紛 是票據的主題來的 接下來這位奎師的畫風也是很特別 她畫的女生給人一種很優雅的感覺 我覺得很適合用她所出的紙膠帶 來做一些復古風 又或者少女風的手帳拼貼主題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瘋狂買紙膠帶了 Alethobe的紙膠帶其實我之前就已經想買 剛好她這次市集做優位只是40元一卷而已 不買我覺得實在是對不起自己 融合制裝著這樣的包裝真的很有質感 太空兔仔這個系列 絕對可以入選我的十大最愛紙膠帶 因為自己新出的卡片 弄得好像會員卡一樣 她說還沒想到應該叫什麼名的新角色都畫在上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這隻粉紅色就是一隻樣 這個圖案畫得跟她本人真的很像樣 沒錯就是在前面有跟大家打過招呼的白切 買了這個覺得好搞笑的色里老鼠襟章 佩斯小柴休息了好久了 那我就希望她快點浮上水面再出多些新的作品 月球租客的作品 唉可惜我到現在還沒有貓 不過總有一天我相信我會有貓的 迪士尼女角色門的to do list 不知道她有沒有畫完公主出來 出個全公主系列 還有一個是動物主題的波子汽水貼紙 這隻松鼠仔在吹風扇的樣子很搞笑 不覺然看到原來她上面汽水冒出來的那些泡泡 都是有畫成動物的樣子 本來我是想買她的愛麗絲貼紙包 但是好像賣完 我就唯有轉了買明信片 第一次在市集擺檔的Little Colorless 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很熱情的攤主 一來到立即推薦我們買些檔案幫忙清一下貨 香港人的夏天當然就不少得有富豪雪糕 這種用色圓筆的手繪插畫實在是太漂亮 她所有的圖案都有把自己象徵性的那隻熊貓融入在裡面 背後都是有設計的不是空白 後來剪片的時候看回她的IG就很後悔沒有買到貼紙 用她們來做週間品貼一定很棒 我是第一次買魚蛋出的作品 她的小動物的面豬燈全部都畫得肥嘟嘟的很可愛 大家有沒有印象市集當天是有個人戴著牛皮紙頭套的 那個就是阿Mo了 我都在想她是不是會出齊春夏秋冬四季的明信片 來到這條片的最後 由大家期待了很久的give away 希望來不到市集的你們都可以收穫到參加市集的快樂 參加方法都是老規矩啦 自知時間定為7月7日的晚上7點鐘 即日就會抽出兩位隨機送出以上有其他葵詩和我所畫的作品 好 還有11位 我們先試看 這個團隊會在想要多了 我們先試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試看